主席 還有我們 公公公主委範之委 以及各位代表 本會各位委員同仁 那麼請主席 請範之委 林委員你好 範之委 那麼我看到我們範之委的報告裡面 原則上啊 你對於我們委員所提出的 修正案啊 好像也沒有什麼反對意見 是 那麼你們還另外訂定 另外增訂52條之一 那麼我是覺得52條之一 這個訂定的內容 看起來是非常的機體 而且 在將來在使用上 也比較合理 那麼這個是採用 不是用 我們56條之三的規定 就是你在56條裡面規定 就是有關 這個 專業服務還有技術服務 資訊服務啊 這個在一定的公告金額之上 這個公告金額是多少 一百萬 一百萬以上 公告金額一百萬以上的 專業服務 還有技術服務 就是我們就採用最有利標 來得標嘛 那麼我想是請教主委 專業服務是指哪一部分的 法力 還有我們像那個 像規劃設計啊 這些都是技術服務的 那個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像法律醫療方面的 法律醫療方面的 租信服務是電腦方面的 是是是是 那個技術服務 只是顧問公司啦 還有建造這一部分 不所及到工程方面的 規劃設計 建造 還有專案管理都是 都是所以技術服務的 是是 那麼就是一百萬以上的 就補 我們就採用 就最有利標 來解標就是 是是 那那個這樣的規定的話 比較是比較有彈性 是 我是非常的贊成 那麼另外呢 我要再繼續請教主委 這一次八八水災啊 我想 你也非常認真的在救災工作嘛 是 那麼你認為啊 這一次救災工作 會漏後的原因啊 是是有哪些缺點哦 主委有沒有體會到啊 以你的看法是 呃 要如何增加快速救災的工作 就我的了解哈 我們這次的 對於這個 為了搶險 就緊急救災等等這部分 應該沒有所謂延誤的情形 因為我們在八 八月八號當天 我們就發一個函 給各機關 8月10號又再發一個 我們就發給各機關 講三件事情 第二告訴他說 你如果為了搶險 比如颱風還沒有來前 或者來了以後要搶險的 或者緊急的要搶救的 或災後要復健的部分 你可以用災害準備金來指引 第二個 如果你災害準備金不過的話 你可以以反聚集 來搶來辦理 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們是說解決它 你不要跟我講說沒有預算 你用這樣我們解決你預算問題 第二個你為了這個 剛好緊急來 搶險搶救 等等你可以用 這個按照政府 採購法第22條 的那個規定 限制限制 招標直接找廠商 來辦理 比價辦理就可以了 第三個我們也告訴他說 你這個要緊急 才我們有合約範本 我們有合約範本 你直接採找我們合約範本來辦理 所以是很快就發出去了 所以這樣部分 事實上在各縣市政府 或各政府機關 在這次的搶救 搶險 這其實沒有受到影響 那謝謝主委 那另外我再請教主委 就首先要向主委 謝謝我們那個 陳振川副主委 是吧 他這次救災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會認真地在協助 災棋的一些 救災工作 我們對主委 其實我們副主委都非常的敬佩 都非常的賣力 我是在想說這次也要特地感謝 這次救災款 救災款 我們公共工程員在審查時候 給我們南投縣的東埔 東埔要設置高價橋 也補助了大陸救災款 也給我們補助了兩億四千多萬 能夠順利的搭這兩個高價橋 解決東埔溫泉地區的對外交通問題 所以要感謝 那麼另外再請教主委 這次各界的救災款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分配完成了 都已經補助到各縣市政府去執行了沒有 他這個 就存在各界監管的救災款 您所謂的監管 監管部分 他應該是有些是 像很多是捐到那個內政部的 內政部的他是會撥到 財團法人贈災基金會去 那這部分 剛好我是捐那個財團法人贈災基金會的 這個董事長 那我們撥出去的五十幾億 撥出去五十億 比收到的監管多了十幾億 是這樣 都有很迅速的出去 謝謝 謝謝 謝謝